PLG新赛季在今天登场 台北富邦有事在主场迎战新北国王 但国王球队队员杨静敏跟戴维斯 先前因为私德的问题 被PLG纪律委员会处罚禁赛 新北国王则是发表声明力挺球员 而卷入性骚扰丑闻的黑人陈建州 回锅担任副会长 今天下午也现身球场 直篮球员戴维斯出现在场上 即便两天前才因为家庭纠纷 遭到竞赛并被罚款35万 但他依旧出现在场上 毕竟所属球团态度清楚 认为判罚标准不明确 我们也尊重联盟这边有一些处罚 一些陈出 但是就是一样回到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流程上面 是有一些修改的机会 因为我们觉得是有一些瑕疵 这个已经设定好了 不是刚刚才设定的 是本来就有了 不止戴维斯新北国王39岁的球星 杨静敏六月爆发 思冤女球迷的桃色风波 杨静敏第一时间 虽宣布退出球团 没想到竟然复出 网友痛批蓝弹烂道跟了 只要球技不要品德 但也有人说黑人陈建州 都能重返PLG 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可以 PLG开幕战黑人陈建州 也现身球场拿起手机 和球员互动录影 六月才因为性骚而自寝 暂停PLG执行长一职 但联盟宣布改组后 黑人迅速回锅担任副会长 因为Blackie是 founder 他是把这个力做起来的 所以他的背景跟经验 还是很丰富 还是勇 过去这三年 过去四年 我们不能否认说 台湾的篮球已进步太多 会长张思汗急着 把黑人澄清 蓝坛从射打甲球 个人私得到陈楚 引发了争议 比开幕战更受人瞩目 这么不得